主料,鲫鱼两条,辅量,猪肉末,萝卜丝,冻豆腐,菜鸟,小葱,姜,盐,油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用餐人数,一到两人,肉米加葱姜末或葱姜水,盐调好味,先把鲫鱼肚子里的黑末等都洗去,沥干水,把肉米分两等分分别填入于肚子,有火烧热后, 把鱼两面热煎好,煎好后就移到沙包中,我的大沙包身不好拍照,今天就用不锈干锅,沙包加水,葱段和姜片,大火烧开不到5分钟,你就会发现鱼汤开始变化,我从来都是这样的,不知为什么很多人争论鱼汤煮不白煮不浓, 这时加入萝博丝,转小火煲半小时左右,关火热银就有浓浓的鱼汤喝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